近日张雨琪 李宇春 尚文杰 各个突破以往的造型 亮相某活动 走在时尚前沿的他们 戴上假发 到底是会让人眼前一亮 还是雷倒众生呢 当天一向长发飘飘的张雨琪短发诗人 甜美之中套露出一丝俏皮 尚文杰则一改以往的初位造型 坏身成了长发文艺女青年 令不少人眼前一亮 这次的今年的巴黎时装周 我去看山本药丝 相比其他女青的大胆突破 压轴出场的李宇春 尽管短裤西服套装也颇为养眼 但是还是往日中规中矩的发型 还是让大家有些失望 其实我比较想要尝试一些 还蛮复古的一些造型 像那个一朵云的那样的一个造型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Q 然后但是它大概蛮复古 看来要想看到春春的夸张造型 咱们还得多等些日子咯 好 好 好